讓開頭 祝民上開頭 百萬黃三軍 百萬黃三軍 連要穿什麼衣服都搞錯 高雄市長韓國瑜遭到罷免 民主監督聯盟總召集人黃正中 身心開刀落權 要讓民眾13號意圖為快 只是這活動卻接連被韓國瑜 信任哥切割 韓市長在那邊到底 沒有給你來勸退 有 他請一個小吳 小吳說是韓市長的意思 信任哥也要來勸退啦 他這怎麼說 他說 他說 為了不要讓社會混亂 為了要大家沉澱 先不要 613的活動先不要舉辦 我就跟小吳回答說 跟小吳回答說 我說我黃正中 已經諾千斤的人 我既然申請了入權 我要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不要再叫我韓魂了 你要叫我 中華民國派 說自己已經不是韓粉 這場活動也不是要聲援韓國瑜 那到底是要幹嘛 其實我們在6月6日之前 就有說希望不要霸來霸氣 不要造成社會不安 但是他們已經做了 所以現在光我們 要來霸免不是任的立委 好不好 好 罷免文傑 罷免陳鋪偉 罷免王浩宇 罷免陳志忠 罷免梁文傑 好 剛剛要罷免的立委講了 那個議員講 除了發起全台罷免活動 還要紀念高雄市議長許崑源 活動預計下午2點多開始 晚上12點前結束 但是在藍營切割之下 參與人數恐怕不多 我們這次的活動 原本是兩千多位 但是經過韓國瑜 經過信仁哥這樣的歸稱 大家不要來 可能會縮寫一些 但是我想今天我們召開 記者會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更多的人 站出來大家說對不對 對 民間團體上凱道 不論是不是韓粉 從國民黨到韓國瑜 都積極切割 想發現滿腔怒火 找不到宣洩的窗口 成為罷免後立場最尷尬的活動 黃宇新聞 林靜廷 黃宇宸 台北報導